為了GO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兩天呢 各位很感受到春雨來了 不過呢 這個還是以中部以北下的雨比較多 南部還是有點少 這個季節的特性就是這個樣子 春雨對南部本來就很少 要解旱象 恐怕真的要到梅雨季 那目前來看的話 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持續呢 還是有一些華南雲雨帶 整個冬雨的結果 那雲雨帶發展呢 其實這兩天會稍微弱一點點 現在開始減弱了 那這個轉為這個短暫性的鎮雨 那迎風面呢 這種東北角東北部還是有一些持續的降雨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兩天呢也比較涼一點點 真的請大家如果 年長者要注意身體的健康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為什麼涼涼呢 就是整個 偏北風整個南下 那另外一個呢 這邊呢就是整個雲帶整個顯著的東移 這是整套的風面系統已經移出台灣了 所以現在在減弱當中 當然還是有一些局部的零星人 會移入啦 所以今天這個晚上到明天 可能還是有一些偶有一些 局部的零星的飄雨 但是都沒有太多 然後禮拜一呢 可能會有一點短暫性的空檔 然後可能雨帶會再接近 然後大致上呢禮拜二 會慢慢的開始轉好 一直持續到禮拜三 所以整體而言就改為慢慢的吹東風 不過呢到了禮拜三的下半天到禮拜五 可能又有一波的雲汐會在東移進來 但是這個不是針對台灣 它是邊邊掃過去而已 所以還是以北部變化比較大 中南部來說的話變化比較小一點點 那預期呢會持續到清明廉價 都是這種 短暫性的陣雨的這個形態 所以這種就是很容易迎風面 有一些局部的陣雨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可能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整體而言會慢慢轉為偏東風 尤其是禮拜二等於是降雨會顯著的緩和很多 也請大家好好整體 你看這個就是等於是吹東風之後 尤其是禮拜二禮拜三之後 吹回東風之後就又不一樣 然後禮拜三的下半天到禮拜四又有一波東北風又在南下 可能北部又會轉為陣雨 不過這個都沒有像 這個禮拜六那一波 那麼的明顯 所以禮拜一還是有些局部的陣雨 到底到整個中部的山區 迎風面迎風面 然後大致上還是有些局部的陣雨 然後大致上的溫度會顯著的慢慢的回溫當中了 北部會比較明顯 慢慢慢慢的到了禮拜四禮拜五 17到22度就舒服很多 這兩天真的有點涼 請大家注意一下 然後中部呢17到18度啦 那溫度也慢慢的會 爬升當中 但是沒有那麼的快 慢慢的爬 南部來說的話變化一點點 還是有感覺有點陰涼一點點 那東半部呢也是會慢慢的爬升 就是等於是說這個禮拜兩個階段 這個這兩天是這波裡面最涼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但是到禮拜五禮拜六就會慢慢的緩和當中了 所以最近的天氣的變化有一點大 那今天晚上的到明天清晨 因為有下雨空氣品質都還不錯 那稍微偏涼一點點 如果外出的話 多穿件衣服也要攜帶雨具 雖然外面看起來不下雨 但是有時候 可能一兩個小時後會有個短暫性的爭雨會冒出來 那明天白天呢還是偶有一些局部的爭雨 北部比較涼一點點 中南部18到26度 所以南北的這個差距有八九度以上 所以南來北往的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以上是今天天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